第五届森基医药奖 卡塔琳 卡里克 德鲁 威斯曼 彼得 库里斯 第五届森森基医药奖 透过直播公布三位得主 表彰他们发现关键的疫苗学观念和方法 将mRNA这个技术推向临床 发明了一个对人类解决 人类重大疫情的一个疫苗 新冠肺炎历经两年多 打断全世界的脚步 三位得主用不到一年的时间 成功开发疫苗 也开启以RNA为疗法的医学新阶段 我们设置的是生技医药奖 因为他们的基础研究 然后把药发展出来 所以对病痛的解决 造成了很多正面的贡献 2014年的两位 鳳九跟Edison 因免疫疗法 在2018年也获诺贝尔奖 唐奖被称为东方诺贝尔 连续两届生技医药奖得主领奖后 再获诺贝尔奖 这不仅是指标 也是象征得主们对世界的影响力 记者前赘述 泰尔奖